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开始之前 请先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铃 加入我们量生活 1.番茄 许多人认为还挂在藤上的番茄比较新鲜 因此会更倾向于选择它们 事实上番茄的地头并不能反映新鲜程度 需注意的是表面的绿色范围 番茄成熟后会自动从藤上掉下来 如果番茄还被保留着藤蔓 那么这意味着它们还未成熟的时候就已经被摘下 并且是在之后在包装内成熟的 这类番茄的维生素和营养价值含量都非常低 优质的番茄颜色应该是均匀和饱和的 没有任何绿色区域 而且它的气味应该是芳香的 要在商店发现那些含硝酸盐的番茄并不难 它们的特点是有弹性但不坚固 就算稍稍施压也不会看到番茄上留下任何指纹痕迹 品质好的番茄 手感应该是柔软的 2.西瓜 最好吃最甜美的西瓜成熟时期是8月下半到9月底 一些生产商会在还尚未熟透的西瓜上 喷洒蛋肥料和刺激生长的化学品 以把收成的时间提早 那些西瓜便会从周围环境中吸收这些危险物质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随便光顾街上的店家 基于同样道理 你也不应该购买已经被切开的西瓜 因为它们可能已经被细菌侵入了 建议选择体积中等的西瓜 成熟后的西瓜拥有闪亮的外壳 以及带有颜色鲜艳和对比明显的条纹 另外 西瓜成熟时尾部会变干燥 这是因为在西瓜熟透时 它会停止从地面吸收水分 西瓜的一侧应该会出现饱和的黄色 其大小因为2到4英寸 可以试着用拳头敲一敲西瓜 如果已经成熟 便应该发出清脆的声响 很少有人知道甜椒有两种类型 雄性和雌性 而且它们的味道各有不同 要分辨出甜椒的类型 只需将它反转 如果它的底部被分成四半 它便是雌性 如果底部被分成三半 则代表它是雄性的 雄性甜椒的形状更加细长 而雌性的则更短更宽 雌性类型味道比较甜 适合生吃 雄性类型的甜椒则更酸 质感更坚实 它们适合被制成罐头和烹煮 甜椒越重代表越多汁 新鲜的甜椒尾部应该是绿色且坚硬的 挑选时要注意那些带有橙色斑点的甜椒 它们的出现表示那些甜椒已遭受害虫入侵 4. 苹果 体积中等的苹果是最佳选择 新鲜的苹果应该是手感坚硬并且重量要共种 避免购买外表光鲜的苹果 因为生产商为了使其外观看起来吸引人 会在它们表面涂上蜡或天然树脂 在购买青苹果时要注意金附近有没有灰色的王 如果有的话那意味着苹果已经成熟 在苹果盛产的季节才是最佳的购买时机 因为这个时候它们最美味 并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在其他的月份它们的营养成分较低 5. 樱桃 樱桃的最佳购买季节是6月到7月份 这时候的果实最有营养更美味而且更便宜 在购买之前先触摸以检查樱桃的质地 它们不应太坚硬或太软 并且不应出现任何水珠 果实的颜色应该有光泽且饱满 当它们的颜色越深 它们就含有越多对身体有益的糖分 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和有机酸 注意樱桃因始终连同金一起出售 因为新鲜樱桃的基因是瑞色并且坚硬的 如果果实很黏很有可能已经不新鲜了 有出现发酵的气味 这意味着果实已经腐坏了 请不要购买 在选购梅子时请留意因选择颜色均匀的 此外避免购买已经裂开 以及有凹痕、污质及其他伤痕的梅子 梅子的手感应该要够重 并带有令人愉悦的甜味 如果水果的皮肤有一层薄薄的白色 那就代表这些梅子是近期采收的 最后要注意精部 成熟的梅子必须有成熟的精 7.黄瓜 请优先选择鲜绿色的黄瓜 手感也应该要足够坚实 如果黄瓜是新鲜的 它外皮的颜色应该也是饱满的 并且没有任何光泽 过于光泽的外皮表示黄瓜使用了硝酸盐肥料 并已被涂上蜡 也需要注意尾巴的部分 如果呈现出枯萎和干燥状况 这是黄瓜过手的迹象 购买长度约4-6英寸的中等大小黄瓜 过度干燥的黄瓜 味道淡而无味并且苦涩 最后黄瓜表面上的污质、裂缝和瘀伤也是不行的 8.香蕉 香蕉应该选择鲜黄色的 果冰上的小斑点表示香蕉已经成熟 并可以马上拿来吃 这种香蕉不宜储存超过两天 否则会过手 此外不要购买有大黑一点的香蕉 因为这代表了里面已经开始腐烂了 购买香蕉时大小并不重要 除非你需要的是焦小的、淡焦 而不是普通的香蕉 这些迷你版香蕉味道甜 但价格也更贵 9.梨 成熟的梨子 可以透过清新的香气轻松识别 水果本身不应太硬也不能太软 果冰上不应有任何损坏或凹痕 如果尾部附近出现褐色斑点表示水果不新鲜 也有一些梨的种类会维持青绿色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侧边若出现腮红 即是水果已成熟的最佳指标 10.奇异果 在选择奇异果时 把它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挤压 如果是成熟的手感会是柔软且有弹性 此外必须留意气味 成熟的奇异果会散发浓郁的柑橘气味 果皮因光滑坚实 并且没有任何破损痕迹 11.柠檬 成熟的柠檬果皮会有光泽 就像经过抛光打磨似的 另外要注意果皮的光滑度 在第一季收成的柠檬才有最光滑的果皮 其中的有异微量元素的浓度 会比往后的收成要高得多 过于粗糙的表皮通常会很厚 也会比果皮薄的柠檬重 但这类柠檬的白色部分会较少 额外福利 如何挑选若离 在选择若离时 首先要注意的是颜色 成熟的若离色通常更暗 但请记住 有些若离种类会维持青色 正常若离的表皮应该只敢凹凸 但绝对不会出现严重的凹痕 因为这表示它曾受过撞击 最后一步是检查筋部 如果筋下面的区域是绿色或黄色的 这表示可以安心购买这个若离 如果它是棕色的 那么已经过手了 你平时会怎样选择水果和蔬菜呢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记得帮我们点赞 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最后点击订阅 加入我们亮生活 我们 Knowing 我们订阅